詞曲 李宗盛 這個世代的人選擇還蠻多的 然後環境也比較自由 所以大家感覺到蠻努力的 這個世代非常特別 我眼中的Z世代是 迷惘又倔強的一代 詞曲 李宗盛 哈囉 我是米娜 因為我很容易玻璃心 就是如果我打球 就是一直沒有得分 我就會在旁邊一直唸說 我做得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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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跨性別 不管是模特兒或者是一般人 對於性別標籤這件事情 還是一樣 在這個社會還是一樣 還是有標籤存在 所以我可以改變一件事情的話 我希望性別標籤這個東西 可以減少甚至沒有 大家好 我是橘子留聲機的姚翰 然後我們口頭禪 最常講的就是 我們在尋求一件事 有沒有共識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沒毛病吧 我是橘子留聲機的小橘 就是不被世界改變 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 然後不被干擾或是不被阻撓這樣 大家好 我是橘子留聲機的Johnson 我自己希望成為的大人是那種 我在譬如說我今天有一個兒子 然後去參加他的家長會 然後他的同學會覺得說 哇 你爸好酷喔這樣 我希望成為一個像這樣的大人 我是潘昕瑜 我所想的Z世代呢 是每個人都有強烈的個人特質 不會因為害怕他人眼光而害怕展現 哈囉大家好 我是潘昕瑜 我最喜歡的時尚配件是項鍊 因為項鍊的話可以就是展現出頸部的線條 然後也會讓個人的氣質也有所不同 大家好 我是欣晴 最想對大人說一句話 我覺得就是就算長大了 但希望他們偶爾也可以像小孩一樣 無憂無慮開心地做自己想做事 嗨 我是AZ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抽象的詞 但我可能會把它定義為 就是把喜歡的物件穿得好看 但好看也很主觀 所以就很不一定 然後比起去尋找品牌或是什麼 我可能更會傾向於去找我覺得好看的物件 大家好 我是負責高希的攝影師林環希 我是這次負責拍攝橘子留聲機的攝影師Alan 我是俊騰 然後我是負責星羽跟玉璇的攝影師 大家好 我是林冠玲 這次企劃的部分負責拍攝星琴還有米娜 嗨 大家好 我是林子恩 然後是這支影片的剪輯師還有所有拍攝的人 我眼中的第四代對我來說 就是一群充滿潛力的斜槓青年 超時 因為巴澤的肉很快就會被搶光了 我覺得實上很難定義 但我覺得實上很酷的地方就是 它的包容性很大然後很多人 它可以把過去的一些復古的東西 然後重新帶到現在 因為我不是台北人 所以我其實一開始來台北的時候 是很討厭台北的 我覺得台北人太多 進竹路太高 然後天空永遠是灰灰的 十年之後我就會是一個導演 小心一點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